各位我明天要搬家了 然后看我到现在都一点都没有收拾 如此乱糟糟的情况 这次非常奢侈的打算体验一下 蓝犀牛他有一个日式搬家服务 我特地问了 他们就是说只需要烫在沙发上 啥事都不用干 然后他们就会帮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装好 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再帮我们 就是放到对应的位置上 所以我今天准备安然的歇息制了 明天等待他们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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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很好听 这个叫歌诗风铃一共就四个 一套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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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约一套 利 постоян 出现到了新家的地方 然后 估计翻载风格还好一段时间 我虽然太饿了 先点那个外卖 现在已经帮我们都 大致的放好位置了 也就是大致 然后还得自己慢慢整理一下 那些没有地方放的呢 就传到咱里 都在这里 好恐怖 有没有像算一些拔货摊 然后准备这边再慢慢收拾 慢慢摆起来 因为有很多东西挂墙上的 现在这边还没有地方放 这样的话是2,064 早贵 还贵吗 你这个真的那么便宜了 是吗 你的东西这个贵不是少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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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挺香的 你告诉我这种心里有点舒服 上面写的有 上面有的 我数一数 18,36,46 50 两个就有51个 还有就是52 其他的就是说有些大物了 东西了 全部都写了 我们有50多个箱子 什么鬼 哎呦 你打包的时候 你有50多了 好恐怖啊 真的 我最后一购的价格是2000块钱 都翻一趟 包括了入费 然后各种打包 就是从旧的地方 帮我们装箱打包 然后加上入费 然后再到新的地方 再帮我们大致的换好 所以这个 哎 价格大致也很良吧